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今天是大年初期 要祝你人日快乐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西蒙领袖呢 这几天呢 是涉及了假文凭 假学历的风波呢 是越演越烈了 到了现在呢 至少有七名的政府部长呢 周务大成 还有周行政议员等人呢 是卷入了有关的风波当中 那早前呢 有六位的西蒙领袖呢 就是卷入了这个风波嘛 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马足基 柔佛的周务大成呢 奥斯曼 霹雳周务大成 阿莫法伊莎 行动党的霹雳的行政议员呢 杨祖强 国防部长莫浩莎布 还有房地部长呢 祖莱达 除了这些人之外呢 现在啊 财政部长林冠英 也卷入了有关的风波当中 马化总会长魏家乡 在昨天的面子书就揭露说 林冠英是在1984年 澳洲的Mones大学 毕业并考获了经济系的学士 但是为何他能够在1983年 就成为了合格专业的这个会计师呢 而这个会计师是怎么鉴定的 所以这把火呢 就因为魏家想点 所以现在烧到了林冠英的身上 那林冠英的政治秘书呢 潘检伟今天就出示了 林冠英获得澳洲会计协会 颁发的会员证书 就证明了林冠英呢 是拥有会计师的资格 那他非常慎重的 就在行动党的总部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释 他说林冠英呢 虽然在1984年 才获得经济学的学位 但是世纪上呢 他已经在1983年的11月呢 是完成了这个课程 他是在三个月 也就是1984年的2月21号 获得澳洲会计协会 颁发的会员认证文凭 并且呢 在4月11号获得经济学位 那么潘检伟也趁着这个记者会呢 就嘲讽甚至博士的魏家 想说你应该懂得怎么区分 一个人成功毕业 以及他取得证书 因为两者之间呢 不是同时进行的 他可能是毕业啊 他可能是这个毕业之后 过了半年或者是一年 才拿到他的这个毕业证书 那么这把火呢 也很快的 从这个贾文兵 烧到了1MDB的这个丑闻上 那么这个潘检伟 他就挑战魏家 说你不要静静 敢不敢公开马化 从1MDB所获得的 1650万令吉 到底去了哪里 同时呢 林冠英的律师也表示说 林冠英将追将保留追究的这个权利 嗯 以及起诉任何撒谎 或者质疑林冠英资格的倾国证 暴涨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 如果你们还继续散播未经证实的谎言 或者是虚假的消息的话 你们可能会吃官司了 那除了林冠英之外呢 祖莱达也发表文告澄清 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呢 他是毕业于新加坡的国立大学 也从来没有授权任何人如此代替他说 那国防部长莫哈莫沙布也曾经说 他从一开始呢 就非常清楚地交代了他的学历 他自己啊 因为参加了一项的学生运动之后呢 还没有毕业 就遭到了马拉公益学院呢 开除了他的学籍 有人就说呢 他是烹饪文凭 但是他曾经说 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其实这场假学历风波呢 烧得非常的这个快 而且他的火是非常的这个猛 西蒙四党当中呢 都有不少的重量级领袖 卷入风波当中 其中有两个人呢 是党魁 就是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 以及诚信党的主席马沙布 那么其他重量级的人 包括了公正党的副主席祖莱达 和土团党的总秘书 刚才有提到的马沙基 同时呢 土团党的两名州务大臣 就是柔佛跟霹雳 也卷入其中 那么西蒙领袖呢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 向大众解释清楚 因为学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选民最关注的 就是你身为政治人物 你身为领袖的诚信问题 你可以不是名牌大学毕业 不是牛津剑桥 都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没有诚信 不能说 我没有偷 没有墙 我没有强奸 等等理由来合理化 你的这个过程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一场 政治公关灾难的话呢 那么西蒙领袖将 一直成为政敌攻击的这个对象 同时也会沦为民众的笑柄 任主编你认为啊 就是为了这个夜长梦多 你认为说西蒙 现在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五个字 快刀斩乱麻 那么这是处理危机 最应该要做的东西 因为危机你最怕的就是你拖 一拖太久的话 整个局势不在你的掌控当中 那么届时你可能要付出 更大的这个代价 那么除了当事人 要站出来沉津之外呢 需要道歉的话就道歉 那么如果你没有澄清的话 没有交代清楚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向前迈进 如果你一直躲躲闪闪的话 你躲得了意识 但是你避不了意识 不好在这个时候搬出 敦马来讲 我交给首相决定 交给首相决定 这个是你个人的这个课题 不应该把这个东西 交给首相 交给马哈蒂来处理 那么同时呢 西蒙内部也应该要严厉调查 不应该忽悠 把这个东西 随随便便的就把它拉过去了 那么其实另外一点 必须提的呢 就是大马政坛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 谢罪文化 辞职谢罪文化 不像日本 日本有这种 做错事情之后就辞职 那么我们一直提倡 向东学习 向东学习除了学习 日本人的这种资律 跟这个首实 拼搏的精神之外 其实更应该要学的是 负责任 那么如果这个负责任 缺乏的话呢 那么新政府 跟这个西蒙领袖之间呢 感觉上就少了一点 很重要的元素了 是没错 那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前首相纳吉 贪腐案的进展 接下来的这个主编点新闻呢 要跟你聊的就是 我们的前首相 纳吉 贪腐案的进展呢 也相信会成为全民的焦点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上个星期五呢 他重新被控三项 涉及4700万令吉的 洗钱罪名之后 那这三宗案呢 如今已经从地庭呢 转至了高庭审理 吉伦坡的高庭法官呢 纳资兰呢 今天早上就允准呢 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的 这个申请呢 就把三宗的案件呢 转至高庭 那么转至高庭的理由 很简单 因为这三宗案件呢 与纳吉之前被控的案情 是有相关的 所以汤米汤姆斯认为说 没有必要把它分开 不同层次的法庭来处理的话呢 可能会带来 审讯上的一些麻烦 因为一个在地庭 一个在高庭 可能在审讯的过程中 不是这么的顺利 虽然高庭法官批准 这三宗洗黑钱的案件 移交高庭 但是却不批准 汤米汤姆斯申请 把这三个案件 跟纳吉其他SRC相关的案件 一起来审讯 纳吉呢 面对的就是其他SRC 国际公司控罪 将会在明天早上呢 开始审理 法官呢 同样就是纳兹兰 那那个纳吉的辩护律师 就有说呢 法庭今天呢 只有权呢 就是允准把案件 转至高庭 但是是无权呢 允准把案件 跟其他的案呢 就是同审的 那随着这一项的裁决呢 这三宗案 将会转至高庭 那控方呢 也必须在高庭 注册案件 以让法庭呢 就是决定交由 哪名的法官 来审理这三宗的 洗钱控罪 那么纳吉在这 洗钱控罪当中呢 是被控在2014年7月8日 通过三个不同银行的户口 接收三笔 总共4700万令吉的 非法收益 所以他就违反了 反洗黑钱 反恐怖融资 以及反 这个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当然他不认罪 不过在2月7日的时候呢 总检察署有意将 这三项洗黑钱的控罪 跟其他控罪 一起来统导 当时呢 就暂时的撤销 这三项洗黑钱的控罪 基隆坡高庭就宣布说 纳吉获得撤空 但是这个撤空不等于无罪 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纳吉在地庭面对 同样的洗黑钱的 这个控罪 那么同样的数额 是4700万令吉 如今呢 这个案件 已经从地庭转到高庭了 那明天呢 2月12号呢 纳吉的这个 世纪审判呢 就会登场了 那国证呢 在509全国大选 倒台之后呢 其实全世界都在预计 纳吉呢 将会在各项的这个 贪污指控之下呢 被控上法庭 那这个举动呢 其实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来自国内 还有很多国际的 一些新闻机构的媒体呢 都一直呢 就是聚焦于 吉隆坡的法庭大萨 因为他们都不想要 错过这一场啊 世纪审讯 那么纳吉一共面对 42项控装 从他第一项控装 是在去年7月4日被控 那么从被控到开审呢 到明天的开审呢 等了7个月 现在终于开始了 那么首先登场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 4200万令吉洗黑钱的 这个跟SRC有关的 7项控装 就包括洗黑钱 世纪跟滥权 那么控方呢 准备了50名证人 不过明天预料登场的是 只有3人而已 这3人当中包括了 曾经一度失踪的 这个SRC的董事 所以这个案情呢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这一项呢 SRC的案件的审讯呢 原定就是33天 那从2月12号 就是明天开始呢 一直到2月28号 同时呢 还有就是从3月4号开始呢 到29号 在整个审讯的过程当中呢 控方呈堂的文件呢 是超过3000页 包括了SRC公司的会议记录 还有证人的供词 那这个检控组呢 是由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呢 亲自带队的 总检察署呢 还招募了顶级的刑事的律师 包括律师公会的前主席 苏莱曼·阿都拉 还有资深的律师呢 西丹·巴拉·巴兰 他自己本身呢 也是律师公司 刑事法律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这场案件呢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看点 第一个看点呢 当然就是案情里面的一些细节 就是之前未曾曝光的东西呢 相信会在审讯期间 陆陆续续的曝光 这是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检控队跟纳吉本身的律师团队呢 双方都有明星级的律师 以及明星级的检控官 那么纳吉的辩护律师 是以著名的律师 沙菲伊为首 而沙菲伊本身呢 他也是案华 第二次基监案 上述的副检察师 所以大家都有彼此的这个优势 同时也是经验丰富 那么纳吉的团队呢 已经做好了要辩护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纳吉的团队呢 试图要展延审讯 这是常见的方式 就是以时间来换取更多的这个空间 不过呢 总检察署认为说 既然日期已经定了 就应该要坚持 同时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那么一旦这个罪名成立的话呢 相信纳吉是逃不过这个罚款跟坐牢 甚至有一些这个罪行的 这个罪诚的惩罚呢 是包括了鞭吃 不过这个鞭吃呢 是不会实施在纳吉的身上 因为纳吉已经过了60岁 可豁免这个鞭吃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媒体的交警呢 都会聚焦在这个案件的审讯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对呢 这个贪腐案的进展了解更多的话 一定要持续守住主编店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我想呢 大家应该对于这个新闻案件呢 是历历在目 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说的就是2015年呢 吉隆坡的流碟广场呢 就是偷手机的这个案件之后呢 就引发了一些骚乱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要来关聚后续进展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催生了马拉数码商场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新周日报呢 就针对了这个课题呢 走访了国内数个马拉的数码商场呢 就发现了这个计划呢 是失败了 现在呢 各地的商场不是关闭啊 就是冷冷清清 这个马拉数码商场呢 是前朝国阵政府推行的一个计划 目的呢 是辅助更多的这个土著企业 进军数码以及科技 这个工艺领域 但是呢 这个项目感觉上 并没有达到它的这个预期效果 当时呢 它整个背景是发生 马来少年在流地广场偷手机 那么就连续几天呢 就引发骚动 这个事情当时是非常的这个轰动 马来社会跟华人社会都高度关注事态的这个发展 因为它引起了种族之间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讨论 同时也有少许的这个冲突 而两个社会的这个舆论方向也不同 那么这名马来少年被控呢 就被控上厅 因为当时他的控状指他扣了 偷了800令吉的这个手机 当时呢 推示厅是判他罪名成立 要入狱四个月 以及罚款1000令吉 但是他不服 他就把这个东西上诉到高厅 但是高厅维持原判 他同样的不服气 他又把这个案件打到上诉厅 那么最终上诉得知 那么获得无罪释放 听好啊 是无罪释放 理由呢 就是推示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可能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 那么我还记得媒体的报道就是 当时这名成审的这个上诉厅法官 就对这名青年说 如果你有偷窃 那么就忏悔吧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这是上年给你的这个考验 我记得当时这个事件 真的是闹得非常大 连我在中国的朋友 他不是大马人 是中国人 也高度关注 那说回了这一个马拉的数码商场 吉隆坡的Mara Digital 是规模最大的 从开业的初期 其实这个人潮是非常多 可是现在在周末 或者是假日 只有寥寥无几的一些消费者光临 消费者就表示 其实商场的产品是不多元的 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吸引 或者是激起他们的 这一个购物的欲望 吉隆坡的马拉数码商场 是在2015年的12月8号开始 重视营业的 当时候是有前乡村部长 也就是伊斯迈沙比利 主持开幕 而这名伊斯迈沙比利 目前他已经是升级了 当时他是巫统的最高理事 如今他已经是巫统的副主席 他在大选中获胜 如果不是国阵倒台的话 那么相信 以他副主席的身份 他将会在内阁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担任更吃重的部长职位 因为他在党内 有庞大的基层力量 同时他也曾经是 纳吉阵营里面的 其中一员大将 好了 马拉迪基的当初 他设立的时候 这个乡区部就提供 很多优惠给这些土著的商家 那么要鼓励他们 在当地设立分店 但是这一个措施 其实并没有成功 当时的乡区部的 这种做法 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让土著商家 能够致力更生 当初就提供很多 各种各样的 这个因为可是不成功 因为消费者的眼睛 跟他们的选择 是不能够受到控制的 哪里的东西便宜 或者是哪里的选择都 他们就自然往 那一个方向走了 那吉隆坡的这一个 马拉数码城 是分为四个楼层 那第三楼层 是专门为消费者提供 这一个通讯公司的服务 维修电子产品 还有售卖各种数码产品 还有配件 那其他的三个楼层 就是以服饰业 还有饮食业为主的 那在宜保的 这个马拉数码商场 现在是大门深锁 在外面是有贴上 关闭 清仓促销 还有智能手机 这样的一个告示 可是里面的这一些科技 或者是通讯的产品店 其实是空无一人 那么在兴山 开业不到一年 其实去年事业才开张 为兴山 Blaza Lock-In 2楼的 这个Mara Digital 现在的这个摊位 也是空寥寥的 已经没有太多的 这一个商店 因为很多商店 都已经关闭了 那么当初 他在设立的时候 他为了招来这些商家 就给了六个月的免租金 优惠 但是这个优惠一结束之后 很多商家就已经退出了 是 那关当的情况 当然也没有好不了多少 苦撑了一个月之后 现在连最后一间 营业的店铺也关闭了 现在只剩下 唯一的这个小摊位 就是Kios 那么其实在雪兰 Sharam也有一间Mara Digital 不过这间Mara Digital 已经在去年 改为城市转型中心 UTC 综合 这个仪宝 Sharam 还有这个新山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政府要推向政策的时候 其实这项政策 是跟商业活动有关 但是政府最主要的工作 并不是商业 商业的话 应该要交由商业来决定 不管当时 你的这个出发点 有多么的崇散 一旦你影响到商业的这个活动的话 那么你资金的付出将注定失败 而且在当时呢 政府推出这个Mara Digital 或者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被提出来的说法是 老爷2.0 但是很多人对老爷2.0感到反感 不管以什么样的名字 但是你这种 间接性的介入市场的操作的话呢 其实最终都会是失败告终 今天要非常感谢蓝主编 带我们关注这三则的重点新闻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